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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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 船型的创意剑筑 很宅 就是这个 這個 有像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然後拿來種這個 這個破葉有點百合 然後 這個是主體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有趣的 東西這個上面這個 就是一種植物的果實 它的那個 外面 然後它是船子的 形狀 然後我就把它種了一些植物 這個是 那個 彩虹怡心草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 這個小小的 是樹株心情 然後這個就是 一種植物我不知道 然後這個很小的我也不知道 中間這個黑黑的 還有左邊這個 藍色獵物座 然後這是一種 然後這個是兔兒 然後這個是 好像是粉紅加人 這樣 然後 它這個東西呢 澆水就是從 這個洞 從這裡澆水 然後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 右邊這邊比較高 左邊比較低 澆水之後它就會從這邊 順流過來這邊 然後我有打三個洞 然後從 柱子中間這邊 我有做 吸管 就是 這裡 白色的 中間那裡 就是 吸管 然後水管 就是 這三個柱子裡面都有 澆水 澆水之後 它就會從上面這樣 流下來 然後澆到下面這些 柱子 然後這個東西 重量就是 就是 這邊上面是最重的 重物 然後呢 然後 經過 這個 補強的 這個 本來只有吸管也可以 只是 我覺得可能會不穩 因為吸管 三根吸管 跟 六片 六片指板 就可以撐得起來 但我還是把它做了一些補強設施 就是 原本只有六片指板 然後我這邊在 在這邊 後面這一片後面 再 放一層指板 就是 這兩個 中間 還有再放一層指板 就是外面這邊的指板 跟這個中間 有 有那個 木頭 就是 不是木頭啊 竹筷子 然後這三個 五牆的 裡面都有竹筷子 然後就用一層 這個 紙 指板 把它包覆起來 比較好看 然後前面這邊 不想包 那個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 就是 有一種 比較好看的感覺 嗯 然後這邊 的 紫荷跟 小紙床 然後這個 紙呢 是石頭紙 是防水的 銀色紙 所以你碰到水 它不會整個 濕掉爛掉 然後 這裡 它的重量 就是從上面這樣分下來 兩邊這樣下來 下來之後這邊 有橋墩 就是 不橋墩 就是柱子 這邊就是下面會有三根 三根那個 就是一根 兩根 跟三根 的那個 柱子 就是用豬筷子做的 重量這樣分散下來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直接黏在這個 盤子旁邊 那它可以這樣子下來之後 從這邊 把力量分散下來 就不會倒 就撐得起來 整齊的 夠早 這樣 然後這個 闊葉有點百合 這個 就是用塑膠的那個 就是 塑膠瓶 就是發射瓶 發射瓶的底部那邊 然後剪成這樣 然後這個下面有打五個洞 就會把水排到這裡 然後這個呢 這個植物就是 錦天科的 錦天科裡面的 這個 的摩南鎖 然後它 就是 它會開這種花 這樣 然後 它開這種花之後 就是 就是摩南 然後 這個植物就叫 摩南景天 小花花 這不是很重要的 OK 繼續來講這個 這個是摩南景天 然後這邊這些都是 嬰兒類竹 這樣 都是這樣 然後這個盤子下面也有打很多的洞 就是洞都是打在這裡 就是我打1 2 3 4 6 7 8 9 10 11 12 適合洞 啊你知道 就是這邊都不打洞的原因 就是 就是這邊的下面 因為它這邊流水下來 不能直接流掉 要從這邊流過來 這邊澆完水之後 多餘的才能流掉 所以洞都打在這邊 都不會打到後面去 都是這邊 就不會它一流下來的水 就 就 就流走 這應該有像吧 就是學校老師叫我們做一個 創意盆栽 然後我就做了創意建築盆栽 就結構設計啊 設計啊 就好 然後就很簡單 那也不能說很簡單 就是 用了好像 2 3個小時 還是4個小時才做 這樣 但是很好玩 就這樣 掰掰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 分享加訂閱 就這樣 就好